自美国康州胡克小学发生枪击案以来 枪支管控成为美国社会各界热议的一个话题 昨天纽约州率先迈出第一步 通过了美国至今为止最为严格的枪支管制法案 当天共和党占多数的纽约州参议院 以104比43的票数通过了控枪法案 而纽约州众议院此前一天已经通过了这一法案 随着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默的签署 法案立即生效 新法案内容包括缩小攻击型武器定义范围 将可受弹夹容量上限由10发下调至7发 调查所有构枪者背景 加强审查持枪者精神健康状况 并要求警方强制对攻击性武器进行备案等 纽约州州长科默发表讲话说 这是纽约州立法机构取得的非凡成就 这也是一个有意义的控枪法案 它将保护纽约州居民 使他们远离枪击暴力 法案还得到了很多民众的支持 尤其是在之前发生 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的 康涅狄格州纽顿镇 居民们更是拍手称快 不过对于这项新的控枪法案 也有反对的声音 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拥枪组织 及游说团体全国步枪协会 当天发表声明说 新法案不会对纽约公共安全 和民众犯罪行为产生任何影响 立法者践踏了守法市民持枪的权力 控枪一直是美国社会一大敏感议题 民意呈现巨大分歧 美国民调机构盖洛普咨询公司 14号发布最新民调显示 38%的美国人对现有枪支法感到不满 支持更为严厉的控枪法案 去年这一数字为13%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